第九篇 同体大悲 莫灵同体显决心拔度同胞反全真 烦恼无边誓远断佛道无上大悲行无奈 乐会菩萨供奉 拇指灵灵红尘离请 娘安积参法文白杨大道 见逢清明有志之事 掌握积真以身作则成骨运心嗨嗨 佛云三界十方一界诸如来 皆为亦如来 此者是名莫灵同体之理 盖无人于一界众生 本觉灵明妙性 上于虚空并佛圣同意离体 基督云上帝与尔同在一己此意 无奈众生自己不觉此同体之性 故未知迷也 众生因落后天 一点灵明既带六根门头照进 见色闻生而被生色所染变为夜时 故名众生 达摩祖师云三界混起同归一心 前佛后佛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 达约辱问无极是辱心 无达辱极是无心 无若无心 因何解达辱 辱若无心 因何解问无问 无极是辱心 从无始况大解以来 乃至失为运动 一切始终 一切除所 皆是如本心 皆是如本佛 及心是佛 亦复如是 除此心外 中无别佛可得 离此心外密菩提念盘无有事处 由上可把同体大悲浅示为 一切众生与无同一离体 是以众生有痛苦 即是我有痛苦 悲乃拔口之意 莫无有缺陷 即是我有缺陷 我要使自己幸福 必定要使所有众生幸福 我才能幸福 我要使自己圆满正佛 必要使所有莫无都圆满 我才能正佛 因此只要在儿子性中所存在的众生莫无 有痛苦烦恼缺陷 同体大悲就不能毕竟完成 依众生之眼光看来 这个存在世界的众生莫无 都有痛苦于缺陷 故而能体悟同体大悲者 必能体会众生无边是远度之宏远 白阳大道奉天成运药普渡三草 收缘九六 正是在实行同体大悲之伟大意义 故白阳弟子所追求的病 不是小惩罚之字的生死 而是真正同正无上道之大收缘 今日末法时运 有些人修道 是为求来生来世之大富大贵 或求升天享受天福 或是为了逃避自己之劫难 故而天降真宗 谱传大道乌火斋之中 提倡性理真传 令众生能体悟同体大悲之佛性 发大菩提心 行大惩罚 而世事参俗化欲于常转法轮 白阳修子无此了解四生六道与己同体 千文莫交与我同悲同辞 如此自信之中就会先建立一个包容一切 拔度一切 平等一切 极乐一切之佛国 再由此推形成真正之大同世界 则觉行缘满意 物缘 弟子恭请师母大日圣安 子曰 名无同胞 物无同余 孟子曰 天下逆 原之已到今因此末时 上帝降下既是宝伐 大师洪恩 苦海众生 苟能真心体悟大道 赵川陈元 辩明真假 坚定信心 自然能有小话大 由分而合 由书而依 由谜而绝业 所谓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故知行合一 觉行圆满方式时向实境 否则图落口头禅 文字道中 与大道实无是处 弟子恳请师母大人 开示一条解义觉行同体大悲之法 师母 善在 修子既有学道之志 理当孝佛发心 四弘事远乃三世诸佛实行同体大悲之实际 修子一知修行必然无误 众生无边世远度为第一远 修子学佛实行同体大悲 即少数之众生要度 多数之众生亦要度 此事之众生要度 事事之众生亦要度 众生究竟多少 乌地球之人类有四十亿 此乃单算人道 畜生到之众生就非算术所能即已 此外还有恶鬼道 的遇到 修罗道 以及天人道之众生 然而这还只指地球而言 虚空之内 有无量无边之三千大千世界 世界既如此多 世界上面所住之众生 树木更是不可思议 而比无量之世界 无边之众生 皆有痛苦都需要拔肚 如果以为众生太多而生退心 或止乌一时肯度众生 则皆非同体大悲之菩提心也 故修子乌日常生活中 见老年人之老太隆中 六根暗盾 便生怜悯拔肚之心 见同修之间不能明理尽道 即能发心度化 若见年幼诗亲之人 见孤寡废极之人 亦皆能发心拔肚其苦 今日社会人心 道德见识 愿增之苦遇胜 由以现今武器之杀伤力 更非昔日之所可比拟 如果发生大战 想到这里 赶快发心 去度化这些可怜的众生 大陆上之同胞 处无水深火热之中 而等能大发菩提心 去拔肚他们 则必会游修身 其家好好做起 成为一个敬爱国家 中无道德之好国民 故众生无边是远度 但必须有以身作则其也 烦恼无尽是远断 乃第二缘也 众生之烦恼痛苦缺陷 真是多到无穷无尽 故应发大悲心拔肚其苦也 修子必先能斩断自己之烦恼杖 觉悟烦恼皆因职员认甲为真而来 恶物原来无一物之地 则能化烦恼为菩提 进一步成为拔肚 众生烦恼之一大事 因缘之主人 法门无量是远学第三缘也 众生无量无边 而众生之根基也就无量无边 因之度生之法门 亦需要无量无边 众生根基不同 应当观基斗交 观众生是圣魔根基 就用适合之法门度他 例如众生喜欢禅 就度之以禅 众生喜欢密 就度之以密 因众生之心谦谦默默 故需无量法门 但需切记法乃权宜之门 虽要法法精通 但却不可知法自障障人 第四远佛道无上是远程 大成到位有三贤十圣等觉 妙觉 妙觉就是佛 佛即是原来 故曰佛道无上 一级真正的完成同体大悲 虽然佛道如此高远无上 但唯度众生 必须发大誓远 不至成佛不止 这四弘誓远 在修行历程上 前三远为因 后一远为果 但在所为之目的上 则后三远为因 前一远为果 所谓为众生而断烦恼 而学法门而成佛道 断烦恼 学法门 乃至成佛道 并非为自立 而西是为立他 无非是为令众生的生死 是故欲行同体大悲者 必学佛发此四大红元也 物元 弟子叩谢师母开示之恩 末物本来一体 宇宙间之一切 都属真理之一体 同有一个生命 共属一个存在 虽然末物间有差别相 但那只是表指 只是这一体表现出来之属性 在末物同体之宇宙真相中 修事物自己因原理修行 同体大悲 故其存在就会努力与众生沟通 使人与人之间 使人与物之间 不发生冲突 而过一种和谐 互倾互爱之生活 师母 同体大悲之法心 昭示一个真理 欺侮别人就是欺侮自己 损害别人就等无损害自己 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 就是一种毁灭而制造痛苦的来源 因此小我若不能体悟大我 则自私自立之念 头就会带来烦恼 故白羊弟子修习同体大悲 必须放弃私心 放弃个人个体化之观念于生活 进而发展同体之大悟 如此方能真正走向光明觉悟 充满喜悦 充满爱和幸福之境界 第十篇无语化缠心 呼绝童子到玄关无言相对境乃宽 仙谈书尽谁 留久古卷经身诵独难无奈 乐会菩萨清拜 天子临繁柱书恭请 娘安再动灵笔鸡眼天心望珠 有缘皆会妙玄 弥明曙光奈贤供典 同引弥子早返家园嗨嗨 禅 以经验而言 乃是自性之灵照 以境界而言 乃是不可思议言说之真空妙有 以内容而言 又是大而无碍 小而无内之如来珍藏 是一切交易之基石 一切思想之母胎 其实当人们以这样的形容文字 去接触禅时 不免又要失掉准头 掉入障碍 禅是甚魔 禅既不是一种经验 也不是一种境界 更不是一种主义 禅一点也不神秘 禅只是禅 不多也不少 人人都具足 各个无缺陷 只有从禅的直接体悟中 才能知道禅即佛心 是要直透世家佛祖酷然大悟 成等正觉时 所悟所觉之境悟 是要直探一切一切之源头 禅 道 佛 本来义名同志 佛义之中心是悟 禅义不例外 悟是参禅之目的 经云 离可顿悟 是要见修 禅虽讲究悟 但更重是实修 故悟并不就等无禅 禅也不等无悟 否则不重视实修 则留为义无用处之口投禅 失去参禅之本意义 慧能六足本无金刚经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理念 指出心念仍然要活活泼泼 只是不住相而已 禅子能照莫无 却不为一物所黏住 同时对无外境之一切 全无分别之心 自信像禅子一样 善来时 赵英明其善 恶来时 赵英出其恶 而禅体始终不受污染 参禅者要打破 直柱外修之功夫 而强调心地用功夫 外修之功夫是借外来 而使心念不动 这属人为的 因此只能有短暂之效果 心地之功夫 乃是由明心见性之智慧 使得心地不受一切妄念之污染 这方是自然的永恒的真功夫 会能六足在乌禅的功夫 更注重烦恼及菩提 所以不必怕妄念 有妄念时正好照出其为妄念 也不必躲烦恼 有烦恼 正好可觉出其为烦恼 如此心地上之功夫方有落首处 此间问题是在如何去用功夫 这功夫之最紧要处 就在乌先要能觉 能觉之后 妄念自然不染 即使有烦恼也会转成菩提 否则没有智慧 绝而要断妄念 结果任何现象都变成妄念 草木皆兵 不妄也狂矣 禅乃本心 明贤楚皆是 隐危无一再处 文言难表 唯绝可惠 天命之性此禅者之体也 人人本有 回头即是 修子可惠无无言之忠乎 物源 弟子叩请师母大日圣安 据弟子所知 禅所讲究者乃言语道断 心形楚灭 而大部分参禅公案之中 大都采用无情说法方式 用以堪破人文之语言语心识 而直显本诀 可是末法有情众生根基前小 一时无法领会禅意 致使大成禅法不得其力 弟子恳请大人借此机缘 无方便权宜处 略是禅心之音何处 以隐修禅之慧 师母禅即便在 物在会心 语言难宣 金物源既有此心 无疾应缘亦可 而旧以白话略述禅宗公案积则 以便无权宜说法也 物源 弟子功领圣语 七十二祖会可问出祖达摩 请师替无安心 达摩祖师却反问 耳心在何处 拿来无替耳安之 稍后 会可云 无寻祭久 却寻不出心来 达摩祖师曰 善 无疑把耳心安好矣 请大人略使此中禅计 师母 会可祖师拼命想去找 去安之心 并非真心 而是忘心 真心是主体 如如不动 永恒长安 假如人们一旦想到它 或是企图把握它时 便不是主体 而是客体矣 当然也不再是真心 达摩祖师 所以令会可拿出心来 只是要它自己发现所谓的心是虚幻的 如此由无出祖这种出人意外之指点 唤醒了会可二祖之之官 而勒勒勒自己之真心 物源 原来如此 烦恼是菩提 菩提非烦恼 只差在绝鱼迷而已 妙 妙 武灯会员中 记载此一公案 龙潭和道物云 自从我来此地 未曾听过您唯我指示新药 道物云 自从你来到此地 我没有一时一刻 不再唯你指示新药啊 龙潭不表同意 顾问 您指示了什么 道物答 你不妨再回想一下 你地茶来 我接 你拿饭来 我吃 你行礼 我点头 这不是处处都在指示你心药吗 怎么能说我没指示呢 龙潭低头沉思两脚 此时道物又说 物者真物 你思变差 听了这话 龙潭开了物 接住问 如何保有这份物境呢 道物云 简易也 只要顺住你的自信 逍遥而游 应住一切外援 放旷而行 本住平常之心 而没有凡胜之分就可以 此则公案只是从生活中悟道 很适合到降火宅时之修子参照 恳请大人开示此中禅计 师母 修道并不需要任何与众不同之作为 只要在日常生活中 不砸时心地去历时练心 久而久之 自能悟道 开悟是如此 保持之方法 亦是如此 道是极平常之理 并不须经事骇俗 金刚经云 耳时世尊时时 助一持波 入使为大成启师 乌其成中 次第其矣 排至本处 饭时器 收一波 洗足矣 夫作而作 由此可知 佛祖之生活 也和常人无异 这可给一些追求 玄义者一个指示 从生活里悟道 中庸云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 故到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子献据人身 只要率性而行 则应援之时 必使人 义 礼 旨 信也 故佛性人人 天命而聚 只要悟此 行此 则一切足矣 有云 人道成 天道一元 修子还有何求 物元 叩谢大人开示之恩 传灯路里 祭树洞山 有一天在渡河时 偶然看到自己在河水中的倒影 顿时大悟 巫师写了一首截子 祭云 切记从他觅 迢迢与我书 我今独自在 楚楚的逢驱 驱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驱 应须嫩魔慧 方得谢如如 叩请大人开示此中禅机 师母 此记中之如 如即止自信和真我 一即道德经中之常道也 截之大义乃至 所谓自信和真佛 就是你自己 既是你自己 自然不必向外追求 否则自信将离自己 越来越远 我今独自在 一即返回本心 皈依之觉 当然楚楚都可见到 自信之流露 而云楚楚的逢渠矣 至无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 为何前后矛盾 因为栋山看到 河里自己之倒影 因为那个倒影就是我 由此见了自己本来面目 因而大悟 但是外在之倒影不能常住 所以要圆灭即过 赶紧放掉 假如仍旧知诸倒影 是我不放 那又现无我之 故云 瞿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瞿 第十一篇福德于智慧 福德智慧显庄言菩萨 犹如见性也 一切善法皆修此觉行 圆婉节 今丹无奈 乐会菩萨敬灵 天旨再临凡尘先请 母安叙述心言文仪载道道 须心参文字般若 会者明安彼岸之境 此案一般嗨嗨 涅槃精云 二种庄严 一者智慧 二者福德 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种者 则知佛性 但以此二种庄严 可以显露法身也 菩萨出发心 修六度莫行 具足所有知福德 能显现法身者得配天下 为之福德庄严 修习正之见 静静无明 能显现法身者道观古今 为之智慧庄严 六度修行中 如不失等为福德庄严 多惹为智慧庄严 福德属无利他 智慧属无自觉 故菩萨所行之一切善行 西施无此二者之中也 福之二德之重要性 既然如此 故大成般若法之福德 便是无漏福德 智慧又是原妙智慧 因此福智慧超越一切末法 故严福之无彼也 再严福德又有世间福于 初世间福之分 世间福者 由善业因缘而来 报由因德 报尽乃度 此乃有漏之福 初世间福者 则由观照般若而来 西包一切善法 一其波惹之深入如何 即得相应之解脱 此之谓无漏福德 因此福无尽 故亦无堕落也 智慧者又分二种 即世间之于初世间之也 此即聪明于智慧之不同 世间之可明一切世间法 只有而不能达空 尼尘而不能始相 故还是被世所障之凡夫 而初世间之者 可达一切初世法 明空离乡 通达诺法 非但世仗皆无 即礼仗一除 达此之者 即是超出三界之圣贤也 故此福此之如何而言之 世间福乃从世兼之而来 凡以得福报为期望 如修桥古路 师米时一等之善行 即属此类 因其不能彻见真空 仍诸乌世间之乐相以为乐 故还是有漏忘法也 而初世兼福者 乃从初世兼之而来 虽然细胞一切善法 善无诧异 然更能恶达真空无相之理 非但能 所不生 即人 我一以两望 故能观照般若 见自本性之正法 方是无漏净法也 由此看来 修福当修清净福 修至当修无漏至 如能福至无比 则功德即不可思议 佛云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右言 所言善法者 如来说即非善法 是名善法 修一切善法 即修福德于智慧 福达无漏 至真原妙 故可明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至无所言善法者 即非善法之言 一般修子比较难明 概如来性中之善法 皆是权宜方便强明之未善 因善本是自性本觉之之生 使率性 故实际是无所未善 于不善之别 此虽是真空无相 无上之极意 然佛陀又恐怕众生认知善法 即为方便 至而忽略善法 甚至犯了倒空之毛病 顾又云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以明圣凡不二 有无何意之理 盖善法者虽是因众生而立之全名 然在一切善法之中 又有了异于不了义之分 如之相助妄之善法 其本为贪求个人之利益而修 此即是有落善法 而非大乘佛法所当取之 智无离乡无助而生之善法 因无妄想贪求 全帅本真 真发菩提 故方为大乘修子当行之善法也 由此当名 布施本是菩萨修行六度之一 亦为大乘教旨之所当行 故觉不可废弃 且此中当然包含法师 无畏师 才师三师也 所云 所言善法者 如来说即非善法者 乃代告诫修子莫知善法 勿求福报 能如此者 即可福至双元 故又云 事名善法已 物元 弟子寇请师母大日圣安 涅槃经云 二种庄严 义者智慧 二者福德 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种者 则知佛性 由此可知修子欲能明心见性者 必寻此而行也 有云 天上无福功德之先佛 人间无不忠孝之圣贤 原来肯道 功利德 中国孝卿 福音莫名者 皆是有智慧之人 盖此二种庄严可显露法身也 但福德要能无穷无尽 必以观照自信佛光方能觉慧 否则虽行善法 因直述德 图求福报 中求气数之中 难脱生死已 师母 佛经曾举例说明修子必须福会双修 在印度古时有两位同胞兄弟 哥哥专门修福 弟弟特别修慧 结果两人死后 哥哥转世投胎为王宫里之笨相 每日有人供养食物 弟弟转世投胎为小城之罗汉 沦为启师为生 此者故事主要勉励后人要福会双修 两者之间不可偏废 偏废则不能知佛性 福是福会双修之最高成就者 修行三大阿快其节 所得之福报于会报 正果报身 两族尊如来 倘若一亿偏修福 虽能有所福报 可惜诸如愚蠢之大象一般 生命亦失其亿意义 若是一亿偏修慧 虽能有所汇报 可惜诸如恶死之乞丐 生活上缺乏基本之福源 怎能既是活命 广宣正法 物源 弟子长文 修福总要达至三轮体空 方能真无漏之境 恳请师母大人为于开示 师母 欲明自新 必从福得智慧下手 然不识修福 又必达无三轮体空之境也 三轮体空 且言之为 一应无不识之之念 二应无所识物之染住 三应无受识人之染念 而不识大概又分为财师法师 无畏识三种 总之不识乃以广大心量 去度化吝啬 狭窄之心量也 人者人也 既然做人 应该有侧隐之心于人力己逆 人苦己苦之慈悲心肠 发喜舍心 识行救济贫穷困苦之众生 乃至体谅众生 照顾众生 不识乃完成人道之基础 是充实修行人正菩提道之门 一般识人 多数是自私自利 重视金钱 财物 明灭 心地都狭窄 吝啬而迁滩 若劝他施舍 有如断肠之苦 却相反的丹米美色 赌博 饮酒 一次花费之数目 即可救济多人 甚者倾家荡产 都在所不惜 俗云 劝他不识说无钱 大陷道投用墨切 殊不知今生能得享受豪华生活 皆是前世所不识之果报 而今生遭遇坎坷恶劣之生活者 亦是前生步行步识者 躺今生父步行步识者 来生定伦 献无贫苦穷困多恶之报应也 经云 步识为第一波落命 时时良由一也 若遇步识 切勿等待富裕时 或有声望名利方肯步识 盖阳名步识为有漏福报 隐名无助 相步识方乃真功德妙智慧也 法师乃以交易真理呼须人人 自明明德而自律己身 进一步净化人间社会 故修道半道乃开黑暗之明灯 若不及早提倡政法 则难晚祭祷之道德人心 故白羊弟子 应该积极推展道德教育 教导人人能知效忠国家 孝敬父母 守情义 明道理 敬老尊贤 尊师重道 和乐家庭 堆亲木林 善待下属 乃至支连十尺 千功温数物社会 今日末法之秋 人心不古 尤其歹徒如雨后春笋般 到处作案抢劫 杀生害命 作奸犯科 凡我白羊弟子 应个个负责 以浅说交易 普遍无社会 导使比备接受社会教育 而忏悔前前 矫正思想 提升理智 做个有价值之人生 乃至解脱痛苦 简登幸福之敬也 无畏师乃教人应 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杀身成人 令众生无灾难 无畏不也 故修子当体悟 要知佛性为赖福得于智慧 两皆圆满 则正道可期 且可是世代天宣化 常转法轮 白羊子弟 身丹普化三朝 收缘九六之神圣天命 能不无此字免忽 第十二篇正法掩藏 涅槃庙心意 玄玄正法掩藏一礼天 十相妙相无蚊子佛位 耕耘在心田无奈 乐会菩萨钦成 天旨续将人间记住天音公餐 母家提笔开言千经末典 心法一篇误者微笑 迷人诗连正法掩藏 寻师开玄嗨嗨 今当经为学佛之主经 其中本欲藏极妙玄意 所以历代以来 解经者虽多 然都因见仁见智之意 而观点并无一致 但学佛修子 必当有迹象基本概念 方能有所主宰也 佛陀仪式说法 皆是应激而说 对证投药 并无定法 是即以方便之说方便法 用八末四千文 对治八末四千烦恼事也 此证与孔圣之音才诗教 孟子之所以教者五一样 皆是根据天地之道无弃物 圣人之教无弃人之原则 普遍应激说法 留经立言以度众生 故佛在每次说法时期 皆有显微之别 显者乃法之表面 全凭言语文字表达 只在破除众生之烦恼 是平等法 而非无上法 一己孔门所谓教者是也 微者乃教外别传 不利文字言语之密法 专上以心传心 见性顿悟之道 此称无上法 一己孔门所谓道者是也 故佛陀仪式说 无法 曾经四处十六会之广大机缘 即次十一年之长久时间 而得瞻佛恩亲文法因者 更何止千百莫议 然时有的无疾 而正到一知十位者 当不出寥寥数人而已 其他绝大多数弟子 大法文故文义 然因个人般若惠慧力之高低 故对法之理解上 则又各亦其境 理解记忆 则修持之究竟当然就不能一致 故如来佛之社交 正相同乌孟子之君子隐而不发一样 但免人置之力行之功 下落心灵神会之要 将忠道乌不言中立定 但待觉者从之誓也 孔圣之言教义同此去 在其三千弟子之中 各个人之理解和止去 当然人人各异 故孔圣便根据时机 遂有德行 言语 正是 文学之社 依其所好 道归其正 然此仍是平等法 仍属无教化之内 而出乎此外者 尚有圣门心得之秘法 乌不言不露之间 而待传乌大智慧大根基者 故对燃敏之弟子而始成其德 对游次之弟子而达其财 对凡车等弟子而达其问 然在此教化之外 尚有一有如实语化之者之心传 而传乌言 曾 以始成其道 是道方为圣门之究竟 并为息子可以之真谛也 然在三千弟子之中 只此二人而已 可见圣人之社交 因人之才子 是有不同传法者 是以运用语言文字者 乃平等法 在诗说平等法之常合中 在密意审查大智慧之弟子 另密传其无上法 佛陀当然对诸菩萨所说 以无上法为主 而对善男子善女人所说 要以平等法为辅 此即佛陀之两面权宜 交而无弃之道也 故使尊在灵旧山说法华时 虽经八年之久 弟子号称百墨之众 然这仍是平等法之教化而已 而真正之无上法 却在拈花示众之一刹那 将大道之妙体所在 是落无弟子群中 而恰之大家业灵悟时机 乃破言微笑 知佛陀之用意 是以拈花示众弟子之智慧 故无此一笑之瞬间 乃将大道新印了 而佛陀在奇缘经社说 般若时之用意 亦同之无此 而须菩提正是灵悟 无上法之第一人 所以大道之受受 必赖受者和受者之洽击方可 如果只有受者之是妙之权 而无受者之灵悟气绝食 则亦无所谓正法 掩藏于涅槃妙心之无上法矣 佛陀说法之用意 既如上述 则经文佛典之文字间 当然事无真道可循者 因为佛说当时尚不肯鸣谢 必带使者之灵悟而无交外令寿 故无文字间更是无正法可知 此乃可想而知 是以修道者 必当首先访得明师之指传 以知大道之体在 然后再体察经文之观药处 并向本身上反观 无日常诺用之中 契合大道之体用 如此不但可以洞悉经药 而且更能明会圣门传心之道 有云 念经不如讲经 讲经不如行经 如果修士不明大道 在我身之提出 不能以经义去弃和心法 而徒子宋读言传 就是烂熟四目八千不经 亦是搏杀作范 画饼冲击 除帮助作一些善行外 并不能成就妙地也 知无见性成佛之道 更是谈何以在 经白羊大道奉天成运 唯苦就莫灵屋 祭祷之末法之中 将信里真传 显微屋三宝之内 凡是有缘佛子 真诚发心 皆可逢师指玄受微 等物大道体用 正法掩藏 涅槃妙心之无上法义 白羊弟子当之 显向三宝 既无阴生形象之表面 乃属平等法 凡成心求道者 人人可受而得之 至无隐微真道 急需受受良者 以心会心 不漏他而已 故白羊三宝 前者见其前 身者会其身 涅槃妙心 正法掩藏 不出三宝之外 无望白羊弟子 能无三宝上 实惠正法之掩藏 实觉涅槃之妙心 则不负上天成全 及尔等历史 积修之佛根椅 物源 弟子扣安师母 大日圣安 敢问师母 正法掩藏 是否即止无上证等 正觉之心法 乃藏屋心眼玄关之中 修子只要能误解 玄关之无上妙意 即可会正法之无上妙心 师母 玄关者 不可言说 不可思议之处也 此玄关放之弥六合 便法界 大而无外 卷之则退 藏屋不可知之密 微妙处 小而无内 能误此者 可会正法掩藏 物源 既是如此 为何还须明师一指 而所指之地 又有何意 师母 明师一指乃 此即玄关也 可大可小 圆容一切 何同真空于妙有 本乃三是诸佛众生之共义法身 只因众生迷昧不知 故须明师一指 但却不可知无此指之上 而忘了真人之显露 方是明师所欲之者 知无所指之地 并非诸相有诸之相也 盖大道虽无形 但一运转三落墨相 故不诸相 不取相 不离相 方为众肯 明师所指之地 忠也 天下之大本也 无人之本心也 六祖云 不识本心 学法无义 若能应明师所指 彻入三宝 实则本心 剑则本性 佛于众生 更无别法 故约无上法 此玄关大道 自无始以来 不曾生不曾灭 无相无色 不属有无 无心旧 非长短 非大小 无限量 无边际 不可测度 觉者分明如如 剖析如如 强颜玄关 强颜时的 明佛指点 受者可入左诗时 的左诗禅 见本来面目 而超生了死以 修士闻此 玄关正法 掩藏妙意 切莫又知空计 忽视明师 意志之 神圣意义 甚而根本否认 玄关之存在 盖大道识相 重在觉醒两字 觉者觉玄关之 真空如来意 行者行 玄关之妙 有率性意 觉行圆满 正佛而反本还圆意 总之 大道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是是非非 非非是是 颠颠道道 颠颠颠 欲误正法掩藏 必须放下一切 冉负 则当下可入义 否则若是其知诸 白阳三宝之名下 或屠落之节 未能识地修行 虽受明师之权 亦是南正 涅槃妙心 难会正法掩藏之秘义 白阳修则 申丹谱 就九二残灵之大任 千莫不可偏之策 空之两端而自傲 必要好好体会 三宝实义 并意之观照一切 则可获正法之大义 第十三篇生死实习